这个周末就是中秋节 花联势力幼儿园7号是针对了大中小班 分别举办了中秋节活动 提前让小朋友一同庆祝 有大班的中秋温馨烤肉 中班的岛马吉庆中秋 小班的幼果中秋 市长魏嘉贤也到场同乐 一起感受中秋的氛围 迎接中秋节 邀请民产业者来园区教学岛马属 花联势力幼儿园为了迎接 这周末的中秋廉价 安排一系列有大班的中秋温馨烤肉肉 中班的岛岛马属庆中秋 还有小班的幼果中秋 让大中小班一同欢乐提前庆中秋 那今天我们市立委员 也举办了中秋佳节的一个活动 那也希望让大班中班小班的孩子 各自体验不同的一个中秋节的情境 那真的要谢谢老师这样用心的来规划 那也希望孩子们在体验完中秋节的情境之后 可以回去跟我们所有的家人分享 也未来能够了解到我们传统的民俗节庆 也能够了解到生活上的一些点点滴滴 再次的谢谢所有家长 信任花莲私立幼儿园 我们未来也会把花莲私立幼儿园 打造成不一样的一个学习环境 也让大家会有更敬艳的一个教育环境 听着老师说后裔常乐的故事 在老师和志工协助下 DIY倒马鼠吃烤肉吃柚子 市长威嘉贤表示 期盼让小朋友感受传统民俗节庆文化的魅力和有趣 留下美好的回忆与家人分享 未来市立幼儿园将继续带来经验的学习和教学环境 接着长邦雁华女士报导